今天 65 年前的 41 年 12 月 28 日晚上 政府派了大幅度星隊去包圍入口地區的所有入口基地 這開始的所有入口事件 其後的幾個月 又過過了小基地的一多個基地 我覺得能夠把自己內心的不滿傷口講出來 是這心理學他們做的最好的基地 大家願意站出來見證歷史 幫助監裁環體調查報告 我真的覺得非常感謝 陳金土先生 陳金土先生在陸戶案中 會經任何的審判 感訓長達 1981 日 將近 5 年半之久 謝謝陳金土先生 接下來是陳九雄先生 陳九雄先生在陸戶案中 是會經診判感訓最久的一個受難者 他的感訓時間長達 2315 日 將近 6 年多 4 個月 謝謝陳九雄先生 廖燦先生在陸戶案中 被抓到菜廟去 受到不人道的刑囚 到現在他腦海裡 還烙印著當時陸戶事件的一個照唱歌曲 謝謝廖燦先生 在他旁邊的是他的照顧者Manny小姐 謝謝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的是黃天宋先生 黃天宋先生在玉桂領案件 被判處十年 他的哥哥黃財源被判處死刑 弟弟黃昆坡被判招負感化 我們也謝謝黃先生 在訪談過程中給我們的支持 謝謝 所有凡座的政府是十五年 那十五年 今天政府不可以都比較照顧 本來會說 他來 這番政府來是要做什麼的 這是 古早的人說 有家中作的火關故事 所以這實在是 人家說 這個 這個 要到的第四個案 我們就很講 事件的調查 讓有關三位引以為見 我們也希望對人權保障不足的部分 能夠徹底反省 讓我們社會更加穩定進步 我們希望 這些相關的黨員 從貴基金的國中國高的地方 可以輕輕地反省 同時我們希望 讓臺灣在這個社會 可以更加進步